好来看到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圆梦之旅 今年在带领37位独居长辈前往台北来旅行 在志工的协助之下呢 老大人们参观了101 总统府国父纪念馆以及市立动物园等地方 难得的机会让老大人们无比的快乐 老大人们在多位社工和志工协助之下 前往花莲车站准备搭火车去台北玩 这对于独居的长辈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来说 真的就是一趟艰困的任务 但花莲老家协会做到了 每一年都带不同的老人家去台北一日游 圆梦之旅是老家办的这个独居老人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活动 那已经办了第13年了 从13年前台北办花博开始 那当初就是带长辈来台北看花博101参观总统府 那完成了很多长辈 当年甚至有两位长辈是没有来过台北 那完成他们这样的梦想 那我们想说这样子让长辈去挑战一些在他生活中的困难 包括行动或包括可能出门的困难 包括他很久没有机会出来走走 甚至是要有人陪伴行动不便的 那完成他们这样的一个小小梦想 有职业到台北101总统府走一走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人够有机会出游 长辈们也十分欢喜 老家协会带着老大人们前往台北101 总统府国父纪念馆还有市立动物园等地方参观郊游 这趟旅游不只要动用大量的志工人力 还有各界善心捐助的款项 才可以让老家协会的圆梦之旅 一年一年的得以成型 介入会幻市报道